大家好 这里是融化计划人资讯网号视频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 GSHC的负责人申博士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找不到理想的伴侣 能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个话题 但是其实不论是对于女性还是男性来说 辅助生殖技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和工具 其实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更加的重要 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还是邀请 GSHC的国际客户部的负责人申博士 来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辅助的生殖技术 提供给男性的生育选择和优势都是些什么 首先来介绍一下GSHC 它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指引的 综合性的第三方的辅助生殖机构 业务的范围包括从前期的美国试管婴儿开始 到捐卵捐金美国代孕 甚至是宝宝回国整个的全流程的服务 无论您是来自美国本土 欧洲亚洲或者是世界各地 GSHC都可以满足不孕不育单身 高龄二胎同性关系 性别挑选等不同客户的家庭需要 首先我们还是来欢迎GSHC的国际客户部 负责任申博士 申博士好 哎呀你好 是的 谢谢申博士 上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手段 对于现在这些对于结婚有恐惧症的人们 或者是说对对方伴侣 这个对配偶和伴侣 这个不是很满意的朋友 对于生育方面的一个选择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婚恋当中 男女双方的角色 其实是有被重新定义的 那么而且呢就是说很多的人会说 现在就是之前是家庭主妇 那么现在有很多男的会愿意成为家庭主妇 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也是一个角色的这个换位 那么其实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重新定义 是否也是促进了这个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呢 我觉得是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的这个男女的分工啊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尤其是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那么在可能女性中的更多的是一种辅助的角色 但是因为现在男女同时的受教育的程度 包括很多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 比如说可能在男性在跟女性去形成这种婚姻关系的时候 这个位置怎么样能够结合的比较好 对吧 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存在着一个矛盾 就是说在传统上面 男性会认为女性是这样的角色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而实际上呢 这个女性她又有工作 她又在时间和事业上呢 不能够去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个时候可能会对现在的婚姻家庭产生很大的一个挑战 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上很多时候 这个婚姻家庭除了夫妻双方之外 还有夫妻双方的父母 这个时候呢 就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 我们也见到就是很多男性呢 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经过了一些 就是恋爱和这个尝试婚姻 甚至有自己婚姻的经历之后 反而呢 就是最后选择还是自己养孩子的 这样的情况 主要就是说觉得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更少的有一些 在婚姻中可能会带来的这种矛盾冲突 相同跟女性也是一样的 嗯 没错 确实啊 就是说我们随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的发展吧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趋势哈 那么而且像刚才这个 申博士说的这个男女好像更平等了 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女性可能比男性要更 更加厉害啊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这个女性的这种 找不到这个另一半了 男性好像还相对容易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独立了 我们自立了 所以我们可能眼光更高 要求更高 好 然后我们今天是讲男性啊 我们还会讲男性本身 然后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刚才之前哈 之前申博士也说过了 其实捐卵这件事情就是对于男性来说比较重要的 我认为哈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段的话 对于男性他想寻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容易 但是我想请问你的是 对于捐卵这件事情 是否也会让这个基因的选择更加自由了一点 是的呀 因为毕竟我们想找一个人进入婚姻 对吧 那么其实你考虑的方向是很多的 但是现在当你选择捐卵人的时候 其实他是考虑的这个方向更多的是基因方面 就是我的捐卵人的身高啊 对吧 比如我们有些男性说 我的个子不是很高 我想找一个个高的呀 对吧 或者是可能会找的这种身材比较健壮的 想生男孩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着找比较健壮的 而生女孩的话 他可能想着比较有艺术气息的 在这个方面就很灵活了 那像有的时候 你找捐卵人的时候 可能会想 因为两个人混在一起生出的宝宝 什么样的 尤其是想要混血宝宝的 这个事情就把它独立出来了 对吗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时候 男性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 往往再去结婚的时候 女性也是接受的 因为这个孩子 他不是说跟别人 就像我们说了 前一段婚姻而带来的孩子 而更多的是这个男生 独立拥有的孩子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也并不排斥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你选择捐卵人的时候 的空间就非常的大 从就我们刚才说的 身高体重教育背景 兴趣爱好 家庭背景 这个方面都可以 有一个选择 没错 而且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男性 他是不具备生育 这个功能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代孕 是不是也是让男性 拥有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说 他们没有自己的伴侣的时候 实现孕育下一代 最好的一种方式 对啊 用过代孕的方法 而且我们用代孕的方法 我们男性的就很自由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一到客户说 太太不想生了 会比较 比较辛苦 其实用代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 跟一个代孕母合作 也可以跟两个三个 所以说当你有了 很多陪胎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 就要很多孩子 可以同时间要 也可以不同的时间要 先生一个 再生一个 然后我们也看到 有的客户在这个 就像刚才说的 donor的选择上面 可能一个孩子 有这样的特长 有另外孩子的 这个专门人的 也不一样 所以说 这个时候就变得 很多元化了 就是这个选择 就完全可以 用自由来形容了 嗯 没错 确实啊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 怎么讲 就是这个升职 这种第三方辅助 升职 就是给了男性 更多的选择 当然也是 给我们女性 也是有了 那么就说我们说到 这个监护权的 这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 单身的男性 是他也本身 自己也是可以 拥有这个监护权的 这个在法律上 方面有没有 什么一些 这个要求和规定 嗯 我其实会跟大家讲 有几个关键性的看法 就是说 无论大家是 就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 就是中国公民 还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公民 那么你在美国 所做到的胚胎 就是你当你 使用了 这个卵子之后 他居然得的卵子 这一次就得的卵子 都是归我们的 这个客户所有 那么他做出来的 胚胎 也都是归我们 这个客户所有的 他不受你的 国籍的影响 那么生下来的 宝宝的话呢 我们也都是 这个男性的 这单身男性 唯一的监护人 这个在美国 尤其是当然 我们要选定 相应的合适的 这个法律 合适的这个州 就是state 如果在这些州里面的话 其实只是把这个 爸爸一个人 放在出生纸上 也不会出现 黛玉母的名字 那其实我们目前 看的话呢 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整个的亲子 关系的话呢 是非常的独立的 也是非常的简单 自己的监护权 了解 就是说等于说是 其实这个也 也不分男女吧 就是说只要是 你有这样的一个 辅助生育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在法律上 在一开始 都是已经提前做好的 待遇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合同 那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 侵权的判决 那么在这个 侵权的判决上 基本上就是当 谁来进入这个 待遇 就是接轮周期 以及谁来共同 进入待遇周期的时候 会把这个规定的 很清楚 总而言之就是 如果大家都在 一定的 agreement的基础上 那么其实这个 出生纸上都写的是谁 是很灵活的 当然如果一旦 这个法庭的判决书 已经出来了 那么就要根据 这个法庭判决书 来进行 那么出生纸 是根据这个 法庭判决来的 也就是说 你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是单身男性 那就是单身男性 单身女性 就是单身女性 那么如果是同性的 同性的夫妻的话 也可以是同性的夫妻 这个根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自愿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由哪些人 来共同进入合同的 就由谁来拥有孩子 进入去 了解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多问 这个申博士 就是说 如果是说 这样的代孕出来的孩子 或者是 用这样的手段 出来的孩子 他未来如果是说 我们说的 比如说是这个 本身就是伴侣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纠纷 这个孩子 其实也是跟生物学的孩子 一样 由法官来判 他的最后的这个抚养权 或者监护权给谁 是这样吗 对 这个跟你的 genetic的相关性并不大 两个人 比如说这一对 假设是一对同性夫妻 但是其中的一个人的精子 提供了这个 这个基因的话 但是他们如果两个人 都有监护权的话 那么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进行法官判决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分开的话 也是要考虑综合的因素的 嗯 了解了 两个人是相同 对相同的权利的 所以我想这个问一下 沈博士 就是说在您的这些客户当中 就是像这种男性同性恋的客户 是不是也蛮多的 挺多的 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多 单身的男性和单身的 就是同性的客户 或者是couple这样的 是有的 嗯 那你就说你跟他们这个 就是可能有些交流 这里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作为他们来说 你觉得他们对于 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或者是对孩子 这样的一种渴望 是什么样子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非常非常爱孩子 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觉得是呃 我觉得因为我们跟客户的互动 是整个阶段的 嗯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很大的一个憧憬 然后我们会谈到 如果憧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 呃 事情的话 要进行哪些努力 嗯 他不是说我付了钱 这个事情就能完成 对 也没有那么简单 对吧 然后他可能要考虑 有哪些风险 有哪些请 有哪些 有哪些准备 对吧 然后的话就是 呃 有了饱和之后 他们怎么去教育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一个 我们叫一个 whole project 要要经过全方面的准备 但是每一个客户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无论是从交流人 到代孕母的时候 其实都是非常involved的 呃 对未来都是非常憧憬的 包括孩子的教育 我们经常会跟客户聊 孩子的教育怎么样 嗯 要不要 是呃 很push的这种 对吧 我们叫什么 鸡娃 中国人叫鸡娃 对对对 啊 还是很放松的状态 由谁来养育 呃 家庭是怎么样的 其实都是非常的准备好 very well的 就是对我们的审核 有的时候也还蛮严的 嗯 会看看我们到底是谁啊 什么样的机构啊 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 做了哪些案例啊 那么呃 这些的话 他们都会非常严格的 或者仔细的 把这些事情都了解清楚 嗯 对 对 我觉得在我们所见到的 单身客户里面 要孩子这件事情 呃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很轻易的 就说哦 我我要一个孩子就好了 我都没觉得 我觉得 大家都是非常谨慎 很认真的 而且对于孩子的未来 也都是考虑到很清楚的 嗯 他们是不是呃 就是跟女性的这个朋友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或者是说让您感受到 有什么这个特别吗 嗯 其实每个人进入到这个决定的呃 开始的原因会有些不一样 嗯 其实我今天 杨阳我们来聊 来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做 嗯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的思想 还是蛮开放的 而且我见到越来越多的人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趋势 对 对吧 就是说无论你的家人怎么去想 或者你周围的人怎么想 我觉得你就比如说在美国 现在特别特别典型的 就是如果是同性夫妻的孩子的话 其实这个你在加州 你感觉到它是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对吧 嗯 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就是大家会会有什么呃 想法呀 或者有什么意见的 这就好像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 对 那所以说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实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有一天 对吧 机器人在我们的生命中 会参与的很多很多 嗯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 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 它是 它是 我觉得它是不可逆的 技术已经到达这个情况 嗯 所以嗯 无论老人是怎么样的 可能大家需要跟老人 做更多的工作 让老人去接受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呃 男性们更多的是 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的 就是做事情 肯定不犹豫和拖沓的 嗯 确实 是吗 就是这 哎对 他就是说很很决定 我对我自己的事业 或未来的生活 一定是主动性很强的 对吗 而不是说被动的 我看我能不能有机会 找到什么什么 然后来被动的进入 一些什么情况 而更对自己是更加负责任 或者跟孩子 负责任的这样一个 一个群体 嗯 没错 这确实是 就是说 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它就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就像申博士说 它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么每个人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一定是深思熟虑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呃 这样其实也挺好 我觉得就是说科技 我们都说科技改变生活嘛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生活 包括我们的心理心态 都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改变 而进行改变 我觉得其实 呃 生育这件事情 我觉得人类 这是人类最终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的 今天也谢谢申博士 辛苦您的分享 谢谢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给到大家一些资讯和建议 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联络 GSHC进行资讯 可以扫描 左下角的微信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他们的电话 3109530173 今天谢谢申博士 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我们下期见 谢谢杨阳 COULD C C A E C